先就这样吧 让蓬蓬走第一个 怎么又是我走第一个 你喜不喜欢吗 我不喜欢 你喜欢 蓬蓬可以 我不喜欢 因为一回生二回熟 第二回就熟了 然后凯哥走最后一个 因为最后一个其实最安全 大家有什么都往后撤那种 就是你的 那也是 那也是 作为老玩家 尤其是老搭档 我不会骗你 啥呢 我觉得我 再重复一个事情 每次都走第一个 大火 那凯哥要不你跟他算一下 你跟蓬蓬既然是好朋友的话 最后一个比第一个恐怖吧 最后一个就是不恐怖吧 我爱第一个吧 我爱第一个 我爱第一个 那我来安排一下队形 王胖走第一个 然后那个 弟弟走第二个 把我走第三个 大佬还是赵丽走我后面 行嘞 然后凯哥别那么惨 国伟走你前面 那不一样吧 听上去是一件事 这很好 因为只有一个当国伟 我把国伟安排在你中 是不是对你很好 对 很好 咱们猜猜童梦今天会跪几次吧 A十次以上 B二十次以上 C三十次以上 D无数次 D无数次 那么警察现在开始 观众朋友 弹幕可以打起来了 来 我们现在上链接 上链接 是一副膝盖 是一副膝盖给你 小阵掌 都赢 这凯哥看什么 吓我一跳 谁叫我呢 后面 真有啊 真有 你们就是今天跟着我 一起游山玩水的几位客官 是吧 你先坐 这儿不好站 我是咱们今天的地培 叫我大胆就行了 大胆 咱们今儿个叔叔要去哪个村子来的 先去陶宅 陶宅 陶宅 这个地方 真去不了 真的去不了 怎么说呢 他怎么不行了 就是 看着地方 出过事 他出过事 我跟你们说 这件事在我们这附近 算是个什么 算是个禁忌 大约是五十多年前 在咱这安宁村 也就是你们说的陶宅 那时候一片祥和 呼的一晚上 这整个陶宅 所有人 只要是带喘气的 一晚上全不见了 现在还有些那胆子大的 每天晚上还能看见豪宅里边 都呼闪呼闪的 更有胜者 他还能听到有女人在哭 太可怕了 但总之是去那地儿 我就不奉陪了 那个师父 前面找个地儿停车 我下去 各位 咱们就互惠有息 真的下去了 好